第2隻 我想向各位推薦的個股是這隻 3265的台新科 那我們先看它的月K線圖 它在5月6月7月的時候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漲勢 所以你們可以看5月6月 它是在盤整 那7月的時候呢 碰到7月28號它的 它的除息交易日往下跌 那28 29 30 31 看起來也是在盤整 它在測它的下壓力線 所以目前測起來 它的下壓力線值是在 23.70這邊 那我們可以多觀察它3到5天 是不是 不會跌破23.70 為什麼會推薦這一隻股票呢 因為 它在7月28號 除息的時候 法人的外資 減了很多張去 然後它的KD值它現在是 比20還低 也就是可以進場的時候 那NACD柱狀體也是持續在創低點 所以它現在是一個 進場的好時機點嗎 有可能 但是請不要這麼急 我們再慢慢的觀察一下 如果它之後它的KD值有往上拉 或是NACD柱狀體 它的藍色的部分 有開始在收斂的時候呢 那就是我們進場的好時機啦 我們來看一下 台新科它這間公司的體質 它的本益比 9.3 比10還低 非常的棒 然後股價淨值比0.69 比1還低 而且是69呢 男性的投資朋友 看到69一定很開心 它連續15年 發的股力有 20.85 那現在價格 23 所以再多發個2年3年 就 等於可以擁有一張 現在23塊價格的 台新科了 然後銀魚分配率 非常的低啊 我們2015年 這一年EPS是付的 不要看 16年開始 18% 20% 49% 從來沒有超過50% 也就是代表 這家公司 它的資金 是非常雄厚的 它賺錢有拿錢出來分給股東之外 它還把大部分的錢放在口袋裡面 那7月28已經除息完畢 現金鼓勵是在8月20發放 沒關係 我們沒有賺到這個 1500塊的股力 沒關係 那我們要賺的是 我們要賺的是 它之後會不會 拉回升的這個價差 所以 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未來的3到5天 可以持續觀察這支台新科 它是不是會撐在這邊 然後如果它的KD值有回升 往上拉 NA CD柱狀體 它有收斂的話 那就可以 一張一張慢慢的去佈局了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班傑銘介紹 班傑銘投資支持的朋友 我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班傑銘持續創作影片 分享投資經驗的動力 記得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